神学小问答 327 小德兰福传之友 曾庆岛神父 问 我做人做事都按照良心 没有必要听教会的教导的 答 良心虽然是很重要的行为对错的指引 但不能因此就说 人只要按良心做事就好了 因为良心并不是最高的行为对错的标准 人的行为对错的最高标准 是天主所定立的法律 良心让人认出这些天主的法律 而要求人去遵行 但个人的良心有可能因为无知或恶意 变得是错误的 例如 天主说 你不可杀害无辜的人 但有人坚持说堕胎是合法的 道德上可行的 如果这些人认为他们说的是真理 他们的良心就是错误的了 一个扭曲了的良心 天主的法律是我们行为的标准 就如同国际标准时间或国家标准时间 是我个人的手表的时间的标准 我们个人的良心 如果符合天主的法律 就是好的 正确的 如同我的手表符合国际或国家标准时间 就是正确的一样 人应该尽力寻求 认识天主的法律 例如 虚心聆听教会的教导 特别是在我的认知与教会的教导相左时 这些尽力做了以后 天主知道人有没有尽力 也会给人最后的审判 这时的良心告诉我们的 我们才可以顺从 这时即便客观上我的行为是错的 我也不需要主观上负道德的责任 这是尊重良心的意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欢迎订阅